在美国当地时间9月10日,苹果公司正式发布iPhone11后,公司股票出现小幅上涨,其市值重回万亿美元。 没想到时隔几天之后,高盛公司大幅下调苹果预期,称其股价将下跌26%。 高盛称,Apple TV适用期间采取的会计方法将对其毛利率、平均销售价格以及美股收益产生重大负面影响。